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再来来上第十三章 至于前几章有关你这个段 脆等等这一些 从十二章 十一章 第十章等等 因为这个段 跟脆的部分 当然都是用在所谓的 矿石类的东西 那目前来讲 因为矿石类的东西在 我们中药里面用的比较少 那以前我私有上 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那可能这个部分 希望同学在所谓的 段或是所谓段脆化 这个部分 希望同学就自己参考 那原则上就是 我们前面大概也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你要段的话大概的温度大概都是在 在四百到到五六七等等的 这个不懂的这个七八百度的左右 的这个温度 那针对一些就是所谓的矿石类 贝可类 那大概会采用所谓的段的方式 那因为你采用段的方式的话 它本身的这个 这个药材 就是像一些矿石类药材 那有可能 能够破坏它的结晶水 或者就是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那我们以前有讲过像鲁干石 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碳酸心 那你经过所谓的段的过程中 会变成氧化心 那会增加所谓的收敛的这个作用 那很多一些重要材 矿石类的东西 你经过段的部分 那当然它都会增加它的收敛 那如果是贝可类 我们比较常见像牡蛎 等等 那牡蛎当然也是碳酸钙 那你加 经过加入的过程中 会变成氧化钙等等 那所以说在断或者断翠滑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再讲 那我们今天来讲到第13章 就是所谓的针 那针的部分 其实它的功效 不亚于所谓的智 那因为很多药材 你经过针的过程中 它会增加它的不幸 我们最常见的里面会讲到像 像所谓的帝皇 久争久赛啦 那人参的话 有所谓的白参 你经过蒸的过程 也会变成红参 那其实相对的 蒸的部分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蒸的概念 大概可能大家也不会很陌生 像说我们很多在蒸 像说我们在蒸很多的一些东西 那像很多面包你要蒸过 那水饺你要蒸过等等 那蒸的部分 我们在综艺的理论上 你经过蒸的过程中 它的补幸会增强 那这个我们在大陆 当然现在大陆的有关于 因为它每五年有一班 现在已经是2020 那这个是旧的资料 那我们发觉 旧的资料跟新的资料 差不了多少 那它就有讲到一些 所谓的炮制通则 那我们在台湾 台湾的要点 尤其在台湾中要点 这个我们在我们第四版 本来是要列入所谓的 炮制通则等等 那因为我们台湾很多的一些 某种因素 后来就没有把它再放进去 那我们只是说在第四版 多了所谓的 的这个中药的影片 那至于炮制通则的部分 就没有再把它写进去 那中国大陆 其实它在前两版之前 他们就已经把炮制的部分 通通把它写在里面 那我们在 在中国大陆 它有讲到说 这个药材炮制要大小分档 就是说你大的 蒸的时间就要比较长效的 时间可能要比较短 那你用蒸的话 你可以用蒸汽去蒸 那蒸汽去蒸的时候 我们原则在蒸的过程之前 你可以用酒 醋盐等等的不同 焖完之后再下去蒸 其实蒸跟所谓的炙 它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 使用的辅料都是一样 但是炙化的话 它本身的话 就是说你要加热 那加热原则上 我们大概都是以炒房 用蚊火为主 那蒸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用 用在所谓的水蒸器 加热 然后去给它滚 那这种方式 那这个话就是 我们在 在蒸化里面 那它的这个炮制方法 其实都是差不多一样 就是你要净前切 然后你在玩 这个要经过蒸的过程中 你可能要加糊料 或不加糊料 如果是加糊料的话 如果是说用酒 我们就是用酒蒸 如果用醋叫醋蒸 盐就是盐蒸等等 那不加糊料 就是所谓的青蒸 这一种方式 那这个话就是在很多的 这个 所谓的这个工厂 那这个这个是在大陆 很多的一些炮制工厂 那这个是锅炉 蒸的这个设备 那当然像我们台湾 像锅炉 那它会有血蒸剂 会进来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 蒸的一些 属于整个 一个烘香式的这个蒸笼 它还是这样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 蒸的一些临床的意义 那增加这个药材的 这个温补的这个作用 那当然 当然就是说你经过 这个颜色都会加深 然后 它的 它的甜度会增加 那尤其像说 我们帝房 经过九争九晒之后 本来生帝房 它颜色比较淡 你经过 九争九晒之后 颜色会加深 而且甜度也会增加 那尤其像 像帝房 其实真正九争九晒 的帝房 出来之后是QQ 但是我们发现 现在的帝房 好像不是这样 那当然有一些人认为说 颜色加深 可能有其他的方式 但是 我是认为 就是说 真正的炮制 出来 确实是非常棒的 但是因为 现在在坊间 很多药材 为了节省成本 它用一些 不是真正的炮制方法 那当然这个是 我要跟大家 稍微说明 然后 带来就是改变药性 扣散它的疗效 我刚才有讲过就是 生地 它是比较带寒性 它是一个清热 比较凉血 那你经过蒸的时候 它会 药性会 转为比较属于 温 然后 由 由清热转为 温补的这个作用 还有就是减少负作用 那以大黄来讲 我们前面大概也讲过 就是说 你生的大黄 它可能会造成 这个卸下的这个作用 这个卸下的这个作用 那你经过蒸的时候 它的卸下作用 就会减缓 那黄金也是 黄金的话 当然它是本身是一个 比较补音性的东西 那生品它会有一些 刺激喉咙的一些副作用 那你经过的 用蒸的方式的话 它会消除它的副作用 然后 第四点 就是说 有利益保存 那像我们所谓的 商飘销 商飘销我在 前面大概也讲过很多次 就是所谓的 螳螂 螳螂在后 螳螂的这个卵 那你经过蒸的过程中 这个卵 它就 就没有办法腐化 那因为它里面 很多 蛋白质 那你经过 加热之后 它会 它就 它就会死掉 那黄晴 黄晴的话 因为 我们知道黄晴 它其实它最主要的 有效成分叫做黄晴肝 那如果是在黄晴 因为它 黄晴肝最怕 就是药材 它本身有这个酶 那你加热的时候 这种 这个酶 就会被破坏掉 那这个黄晴肝 就会保留 那还有一些 会产生 就是说 我们在用蒸的部分 药材会软化 像 像这个木瓜 天马先生 其实这个都蛮硬的 这个木瓜 不是我们在吃的 这个药木瓜 那这个所讲的是 是中医的 这个木瓜科的木瓜 不是药木瓜科的木瓜 那 那这一些 那它本身 这个 这个质地都会比较硬 你用 用蒸的方式 能够使它软化 拿到它本身 比较好切 那当然有一些 在在蒸的过程中 像说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天马 有天马素 那当然它是一个配糖体 如果里面含有煤的话 当然很容易 就会被破坏掉 那我们在 这个部分 你加热的时候 它也会破坏煤 这个 这一些的这个 这个现象 那我们在蒸的过程 一般 大概 这个 短的话 大概一到两个小时 那比较长的话 大概会超十小时左右 那反复的下去蒸 那有像九蒸九塞 那九蒸九塞的话 当然最常见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蒸 蒸的方面 有所谓的清蒸 那清蒸的话 就是说 我们在水蒸汽里面 不需要先加 这个所谓的这个辅料 有一些像辅料有酒 醋 盐水等等 这些辅料 然后再下去蒸 那 我们黄禽 是用清蒸的方式 那当然就是说 在 在净显之后药材 然后直接跟药材 这个 焖完之后 就下去蒸 蒸笼下去蒸 那出来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黄禽 那清蒸的话 当然我刚才有讲过就是黄禽里面 它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黄禽干 那黄禽干里面如果黄禽它有铁的话 很容易就会被 这个 这个 所谓的铁 然后它会随减我们的黄禽干 那我们如果是加热的时候 它这个铁就会被扣坏掉 那当然 当然就是 当然你如果是说用蒸的方式也有利于软化 也有利于切片 那 那 嗯 这个商飘销我们刚才有讲过就是那个 唐卵的这个蛋 那当然你加热的话 当然它本身也会杀死这个虫卵 那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个 有能够有记忆软化有容易切 这个我们刚才有讲过了 像这一些 你用蒸的 然后然后甚至到我们指示里面 再切上 也会 也会 也会好切 而且它也会能够增强它的这个 这个滋补的这个作用 那 酒蒸的话 那我们 使用的话 其实跟 前面的这个制法很类似 就是说 我们用酒焖完之后再下去蒸 那这一种方式 那称为叫做酒蒸的方式 那这个我们 台湾 当然台湾比较喜欢用米酒 但是 其实 其实在 我们 我们中国大陆里面 它比较喜欢 用蒸的话 大概是用黄酒 而不是用米酒 那当然 因为台湾的习惯的音试 那都比较喜欢用 所谓的米酒 那当然这种 这个蒸的方式 这个大家 当做参考 那我们用的这个蒸笼 然后去蒸 那大概是 这个是小型的 这个是 在实验室用的 其实真正的这个 蒸的话 那像说在工厂里面 就大型的这个锅炉 那一次进气的话 就是算盾的 那你进气下去蒸 那蒸完 蒸完之后 那当然就是要干燥 那这个是酒蒸的三出衣 三出衣 那三出衣的话 我们最常见的话 就是我们 这个六位帝房碗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非常重要的成分 那你看到这个 这个蒸的蒸笼 然后把这个 这个三出衣放进气 然后用酒去闷 闷之后再下去蒸 蒸完之后 当然颜色上就会加深 就会加深 那当然这个蒸笼 你自己参考 那当然原则上 大概是在 这个 这个 十比三 或是十比五 那当然这个 这个喊的这个 黄酒 就是所谓的 那当然台湾 可能比较不习惯 用黄酒 都是用米酒 那其实黄酒也好 米酒也好 都可以 那酒蒸的话 能够改变 或缓合腰性 那像说 大黄本来是一个 卸下的这个作妖密 你下去蒸的话 我们称为叫做 手大黄 那其实它本身的 这个卸下作用 就会缓合 那黄金 我们刚才有讲过 就是说 它会有一些吃鸡喉咙 你经过炮制的时候 酒蒸的这个黄金 它就比较不会 那当然会增加滋补的这些东西 那你经过酒 下去 增过之后 它的补性都会增加 那还有所谓的赤症 那赤症的话 当然就是说 我们药材 然后以固定的 这个所谓的米醋 它米醋大概是在 3到4%左右 有些会稍微在偏高 那我们原则上就是 也一样就是说 我们药材净鲜 然后把药材 这个下去用 用醋去焖 焖完之后 再用蒸笼下去蒸的方式 那我们比较常见就是 酒蒸的这个 这个五味池 然后再来就是 黑豆汁蒸 黑豆汁 那黑豆汁 我们用黑豆汁 然后用 焖完之后 再用 再 再水沉浸下去蒸 那我们最常见的话 就是猴手屋 那黑豆汁 去蒸 的方式 那当然 大概蒸笼大概是 4小时 那当然这个 你们自己参考 那当然我们在蒸 加热的过程 我们先用 这个 这个五火 然后等到滚的时候 慢慢我们再加热 用蚊火 这种方式 那其他这个 你们自己参考 那我们先看 它的这个药材 那我们在蒸的 不会有很多药材 目前来讲 其实你经过蒸过的药材 它本身的补性 就会增加 所以说 我们在蒸里面 都有很多的一些 高贵性的药材 那等一下 我们会讲到像 人参 猴手屋 还有一些天马 等等 那我们首先先看 这个人参 人参它本身 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中药材 那 那 那当然在 常常会讲到炮子 都会激励到 所谓的高粒人参 那高粒 当然就是所谓的 韩国的人参 那韩国人参的话 当然它本身 这个 它是五家科的人参 那它使用根根根建 那我们 原则上栽培种 我们称为 叫做原参 野参种 叫做野山参 它是这样的很不 那 人参 当然在十种 本来形式 列为上品 列为上品 那其实这个 这个像早期的台湾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常常有人就在我们乡下里面去卖人参 那 那个时代 如果是一个人 一天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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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了几两个人参 就能够照顾家里 所以说人参那时候也是非常的贵 那时候的人参都是来自 韩国 就是韩国的高丽人参 非常有名 那我们炮制的话 大概蒸 蒸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有所谓的白参 变红参用蒸 然后我要整个有机会 你像红参 你要切的时候 你就要用烘烤去软化 那当然你也有人参 把他打成混帽的 这个方面都会有 那这个是白参 这是红参 那红参跟白参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 红参 当然他本身 他有经过这个蒸的过程 那白参的话 他是直接把它干燥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白参 这是红参 那这个红参 你看白参跟红参 当然红参的话 当然他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那当然这个人参 那你一定要把它切 就烘完之后再下去切 其实我们在那时候 年轻的时候 在中药房 他人参的切 有一个像压扁的这种 这个把这个所谓的高利人参 你把它压扁之后 他本身就比较好切 比较好切 所以说这个切 而且会比较漂亮 那当然这个是用 用所谓的手切方式 这个是不是人工 那这个白参跟红参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 白参就是直接干燥 红参是经过炮制的过程 当然是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人参最主要的话 就是RZ1 R 这个所谓的R1 还有RV1 等等这些 那当然他这边有讲说 不得少于0.2 当然你会讲到说 那 那其实像说 我们常常会讲到说 人参中间那个部分 是他的主干是 是比较贵的 那其实他人参吸 比较便宜 但是很奇怪的 不是很奇怪 就是说人参吸 他含的人参照干会比较高 中间的话 他的人参照干 含量是比较低一点的 那当然这些是他的成分 那当然那人参是一个大补原器 他是一个大补原器 这个妇脉故托 那补皮益身 那个生金只可安神益气的 这个作用 那白身 当然原则上 白身跟红身 再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白身的补性 比较不是那么高 红身的补性会比较强 所以说原则上 这个白身 他是一个所谓的补气生金 那妇脉故托 补皮益气 那红身的话 就是所谓的偏温 那所谓的大补原器 互卖 骨头等等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 所以说白身跟红身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白身 当然原则上 他的补性没有那么强 那早期的韩国 他们人参直接晒干 可以自己服用 自己用 但是你的红身 绝对不能够给人民 因为他们那时候 韩国人很穷 把这个东西会卖到歪国 那其实那时候 尤其台湾 那时候他比他们还 较有钱 所以说我们买 买这个韩国的高利人生 然后 然后 就会 就把它买过来 所以说当时的台湾 比他们 这个 较好的 大概是这样 那至于这个 其他这个 你们自己参考 那当然 在这个地方 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人生 常常会遇到 哪一些人不能够吃人生 那原则上 就是肝痒上抗高血压的人 就是多福高血压 可能会引起 所谓的脑冲血 当然 这个也不能够服用人生 那还有所谓的 这个湿热 这个庸痣 所引起的浮肿 那人生 有所谓的 抗力尿的作用 还有说 肾脏不浅的人 当然就比较不易 那还有就是 所谓的 失眠 还兆 实证的话 当然也是不易 那人生 因为他 毕竟他是 补性会比较强 所以说 你是一个偏实证的人 是比较不适合 当然这边没有血 就是说 如果是感冒的人 当然也不能够 尤其像我们 最次你得到了 这个新冠肺炎 那你这个期间 还是有发炎症状的时候 就不能够服用人生 那当然人生的说 除非 你已经感染 已经好了一段时间 大概是差不多 一两个礼拜之后 大概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后 你想要保 就是说对我身体 会保养 那当然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说 以你得到这个COVID-19 那时候的感染期的话 我们就当然就不 以服用人生 然后再来拟针子 拟针子的话 当然他是 沐西科的拟针 用干燥成熟的这个果实 那拟针子的话 他目前来讲 他也是属于 钥匙良用的一些药材 那拟针子在水桶 本草形式列为上品 又名叫拟针石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话 大概是酒盾跟酒针 但是我们还是以酒 酒针为主 酒针为主 那原则上就是拟针子 那然后就是酒针的拟针子 那当然他的酒针子 或他的补性会增加 拟针子 那他有一个 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拟针子干 那他 他这个所谓的不得少于0.7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透视的拟针子干 这个你看一下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属于这个其中果酸 这个就不用 那有关于拟针子干 这个你们了解一下 那他是一个 比较补义剂的补因 那他是有 既有所谓的滋补干肾 这个强妖妖妻 那 乌西法 那当然生品 当然他比较知因 认造清干明目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 如果是要清干明目 你可以用一些像 极花 商业解明子 下谷草 那当然他是一个 比较清热性的药材 那当然他的补性就不会这么强 那你如果是经过增过 增过的拟针子 他的这个含法滋性会减弱 用在补 滋补干肾 作用叫强 那当然他是用在所谓的干肾 因兮 头晕木线 那个西法早白 那 那这个日暗不明的这个患者 那其他这个奇吞果酸 其实奇吞果酸这个成分 在很多的 这个 植物里面都会有 他是比较水山铁类的成分 那当然他这个成分 就比较有消炎的这个作用 那这个山猪蚁 山猪蚁的话 他本身就是我们能够用在干燥成熟的果实 那山猪蚁我们比较常见的话 就是六位地方丸 有一个成分叫做所谓的山猪蚁 那山猪蚁的话 其实他在水桶本甲蚁施列为中品 那山猪蚁最常见的话 用九蒸的山猪蚁 那当然我们山猪蚁他会气和清蒸 但是还是以九蒸为止 所以说我们大概是山猪蚁生品 跟所谓的九蒸的山猪蚁 那清蒸的话也可以 但是比较少在用 大概就是说你用九蒸会增加他的补性 那这个是山猪蚁 你用九蒸的山猪蚁 大概是这样 那这边有所谓的马前脂肝 那当然是说不得少于0.6 这个自己参考一下 那当然这边有马前脂酸是比较特别 有说一个AX的话 当然这个成分比较多 那这边有讲到说马前脂酸 跟所谓的这个木头肝不得少于0.6 那这个算起来还是算多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它是一个比较补阴 那当然是补液肝腎 这个收敛固色 色经止汗的这个作用 生品的话当然用在所谓的这个炼阴止汗 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最常见的话 这个山猪蚁的话 他用在阴稀倒汗 那当然像六位地方里面的山猪蚁 那你如果是用9增之后 藉由9 会产生温通 制药是能够降低它的算性 补肾固色 还有收尿 固精收尿的这个作用 那当然在很多的这个增加补性之后 当然如果是说以六位地方 当然原则上现在的六位地方 原则上就是山猪蚁也没有把它增过 那如果是说你比较好的六位地方 你要把它增过的话 那这个也是OK 这个也是OK 那我们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台湾中药点 山猪蚁 当然它跟我们其他会不一样 但是在我们台湾中药点 第三版或第四版 它是用在所谓的不一样 大概是这样 那五位子 五位子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木兰科的五位子 它有两种 一种叫做所谓的五位子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别五位子 那华中五位子又称为叫做所谓的蓝五位子 那它是用所谓的成熟的果实 那我们知道这个五位子 这个我们在目前来讲 在台湾中药点的第四版 已经把五位子就是我们实称的这个 那至于华中五位子已经把它弃掉 所以说以后如果是讲到五位子 就是所谓的北五位子 那至于蓝五位子的话 这个部分我们原则上 在台湾中药点第四版 在新版的第四版里面 已经把它那个 这个我看这个同学 你们把它这个稍微这个讲一下 就是所谓的华中五位子 我们会用在另外一个品项 就是所谓的蓝五位子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在尊重本药形式列为上品 那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话 就是生品的五位子 跟所谓的次增的五位子 那当然这个次增也有九增 但是五位子还是以次增为主 就是生品跟所谓的次增为主 也有九增五位子 也有密质五位子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它的五位子 它最主要的话就是五位子数 那这个虽然是不得少于0.4 那当然这个是比较透视 那这个是不是也把它记起来 那五位子 因为尤其在中国大陆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辽宁省 尤其在省良一带 很多的五位子 所以说以前的这个 有一些大陆来到台湾 或者说他们在中央产品 是都会 如果是属于东北一带的这个 他们都会 以以为傲的话 就是所谓的省良的 所谓的五位子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北五位子 那当然这个你看一下 这个五位子 那当然它的本身的一些差异 你们看一下 那目前来讲 因为北五位子跟南五位子 有一些成分的有所差别 所以说我们原则上 还是用北五位子 就是我们所谓的五位子 南五位子目前来讲 还是另外一个品项 那五位子它是一个所谓的 受受 然后既有所谓的这个润慧止咳 那补肾受精 还有止血安神 明心安神 一气升金 那升品的话 当然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 炼汗止咳 升金炼汗等等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话 就是圣脉散 圣脉散的话 当然就是这个国家考试 以前有考过 生脉散就是人生脉东五位子 那生脉散里面 当然五位子就是要用 就是 这是用生品 那你经过次增之后 它能够增加 所谓的这个酸瘦收敛作用增强 那能够受精止血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 我们这个经过这个次增之后 当然它的 它会增加它的这个收敛的这个作用 那如果是久增的话 当然会增加所谓的 温补的这个作用 所谓的这个益身固精等等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 例如像说 我们很多的这个 麦味地方丸 那当然麦 麦就是所谓的麦门东 味就是五位子 那五位子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用久增的 所谓的五位子 大概是这样 那天马 天马的话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它是兰科的植物 那这个兰科的植物 我希望大家都会 要知道 那兰科植物里面 我们最常见的话 像石虎 天马 那当然这都是兰科的植物 天马的话 当然它 它用干燥的快根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话 用蒸的这个 那蒸的话 当然第一个 它 它可以破坏它的美 然后再来就是有利 这个去切 这是天马 那当然 当然这个 这天马切成块 那比较重要的话 就是天马素 那这个我希望把它记起来 因为天马素 这个东西 是比较特殊 那天马就是用在 所谓的这个 现阴等等的这个患者上 这个里面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天马素 这个是天马素的 这个成分 那当然它是一个 瓶肝西红 那这个瓶肝前两个锡 所谓的这个 西红紫 紫晶的这个作用 那当然用在一些 所谓的这个 肝肾西红紫晶的功能 那用在一些 头鹰啊 木线 那半身不水 那当然这一些 那你用酒蒸之后 有利益软化 那当然就是 能够破坏它的美 那有效成分也会保留 这个木瓜 当然就是 有管理 有管理 就是所谓的 的 的这个 蔷薇科 那当然你们看一下 它用它的果实 当然这个 这个你们看一下木瓜 那这个木瓜 它跟我们所谓的 吃的普通的木瓜 不一样 那这个的话就是 它本身 就是有 立状筋骨的这个作用 那当然这个 你们看一下 就是可以用 蒸的时候再下去切 那这个是木瓜 那当然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那这边的这个 成分这个 您自己参考 那当然它是 气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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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红丝的这个作用 那当然它能够 这个 酥筋 喉咙 拿到喉味 化湿 那当然你木瓜 当然质地 会比较硬 那 那我们用 用蒸的时候 它就比较有力 这个把它切 液竹 当然它是一个补荫料 它百合科的液竹 那液竹的话 它是使用它的根茎 其实液竹很多人 用液竹 来当人参用 那有一些液竹 它味道很像人参 但是液竹就是液竹 人参就是人参 当然人参是比较补性 那液竹 它比较支吟的这个作用 不一样 那它再生 我本来讲 是列为上品 那大概是以生品为主 那这边 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 这个 这个制液竹 就是所谓的清真液竹 那当然就是液竹 你就用这些液竹 还有密制的这个液竹 它还是这样 那这个是生品 这是生品 这是属于 这个所谓用蒸的液竹 那当然它 它液竹的话 它用清蒸的方式 它还是这样 那当然它是一个补荫料 补荫料 那它有知荫 这个清晦 生金 止渴 养荫等等的这个作用 那生品的话 当然它用在生金止渴 等等的这个作用 那你经过 呃 所谓的蒸乳过程 当然它补性会增加 具有所谓的 知音 知音 益气 等等的这种作用 那咸森 那咸森 当然是咸森科的咸森 那当然 又简称叫做黑森 盐森 咸森 又叫一眼两眼的 叫做盐森 咸森 那它使用的是它的根 那它神统本堂兴施列为中品 那大概原则上 大概就是生品 然后用蒸的方式 那这个是咸森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这个黑森 那当然这个咸森 像喉咙痛 喉咙花眼 即使咸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这边啊 这是一个 所谓 inrodonin 那当然它这个是一个 所谓的这个哈 哈巴 这个 二 的配糖体 那当然它这时候不得少于 这个0.45 这个你们看一下 那它是一个比较清热 清热凉血 那我刚才有讲过 它是一个清热凉血 字音解读 那当然有一些喉咙痛 喉咙花眼 那你经过蒸过之后的话 它能够缓和它的寒性 而且也既有软化的这个作用 又有利有效成分的这个释出 那帝黄 这个麻烦把它记起来 这个国家考试常常考 那帝黄的话 考的这个出现的机率非常高 有好几次都有吃帝黄 它是咸森科的帝黄 那这个帝黄的话 其实在我们目前 这个台湾重要点第四天 已经把先品拿掉 就是 那当然干燥的话 叫做生帝黄 先品的话 我们就把它拿掉了 所以说 我们所谓的先帝黄 目前来讲 就没有 这个是在第三版有 但是到第四版就没有 这个希望同学把它注意一下 那当然在十种 本早经是列为上品 那当然就是久争久塞 那这个我们希望把它记起来 那当然这个先帝黄 目前来讲 已经没有了 在要点里面 那我们当然就是生帝黄 就是把它干燥的帝黄 那熟帝黄的话 它有所谓的久蒸的熟帝黄 或者清蒸的这个熟帝黄 那当然原则上都是用生帝黄 下去做炮制 那久蒸的话就要加黄酒 那清蒸就直接就是用下去蒸的方式 那还有所谓的这个生帝黄炭 还有所谓的这个熟帝黄炭 那当然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使用的话都是用武火 那你把它炒炭 那这个一个是用生帝 用熟帝把它炒炭的方式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其实帝黄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所谓的紫层 那紫层它是一个配糖体的这个 那紫层的话 它是说不得少于0.2 那虽然说这个量不多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透视 你把它记起来 如果经过久蒸久赛 这个所谓的紫层的含量是下降的 含量的是下降的 那当然这个是有所谓的地方干滴 还有这个 你们看一下 当然它先帝黄 它是比较清热 那你晒干之后 当然它的这个清热的作用 就会减缓 那你如果 你把它蒸过久蒸久晒 我们称为叫做熟帝黄 那熟帝黄它的补性 就会增加 就是由寒转温 由苦转甜 那当然它能够 这个补性上就会增加 这个是熟帝黄 那当然还有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生帝黄把它炒炭 或者熟帝黄把它炒炭的方式 那当然原则上炒炭之后 会增加它的这个收链 直血 那你看到生帝黄炒炭 当然它能够入血分 量血止血的这个作用 那熟帝黄炭的话 它补血止血为主 那当然这个原则上就是说 你把它炒炭会增加它收链的这个作用 那我看这个部分我们在 这个下一次我们再讲 这个所谓的肉从容 那肉从容的话 当然它在目前来讲 这个肉从容 由肉从容跟广化肉从容 那广化肉从容 目前来讲在我们 卫护部里面 可以当当食品用 那肉从容就不行 这是当药品 那这个是属于这个 类荡科的植物 那这个我们下一次再从肉从容讲 好